好久不见的 社会的中流砥柱们 这一阶段事情比较多 一直被催 然后更的也比较慢 兄弟们还是见谅 这次是个新家伙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一体炉 毕竟之前还是没有做过 所以想弄一个就当尝尝鲜 这种炉子感觉难点 反倒是油箱上的制作 我就选了这种原住性的油箱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有一次路过加工厂的时候 在这个废料堆里 发现了这种斜切的废料 这属于 然后我就准备跟老板买几个 结果已经不要钱 他白给我拿了仨 我这完全属于是被动摆漂 在这里还是要祝加工厂的老板 生意兴隆 裁员广进 这个管是5毫米厚的镀心管 给它安置上相应的孔位 当油箱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实之前打孔和整理切割废料的视频 我都是有路的 但是这段时间比较忙 储存素材那张卡不用弄丢了 这张卡是我手里容量最大一张卡了 视频剪辑之前的素材都放在这里头 也就变相导致了我这段时间 也没有视频可以更 虽然少了一些镜头 但是应该还是可以一眼明了的 就是之前那段废料截断一块 然后封堵上就可以了 至于孔位 其实一共预留了四个 分别是主入口 副入口 气筒孔和出口 出口和打气筒的孔 比较难打一些 其余的都挺容易的 主入口大一些 倒燃料也会容易一些 直接用了现成的四分外丝管头 副入口算是个功能入口 考虑到可扩展性 所以说弄的就是一分内丝 出口这里考虑到取油 所以说用的是一分内通丝 气筒方面 气缸体用的是Y21内19的不锈钢管 钢管19的内镜 跟这个一分内丝不锈钢接头的外镜 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就直接可以焊上一个一分的接头 因为这段钢管本质上是一个打气筒 这个一分螺纹的位置 应该是个单向阀 用来隔绝这个气体和燃料 这个钢管之后 一定会焊起到燃料箱上 如果让这个单向阀可维护 那么就得让它可以从钢体的一侧悬出才行 这样的话 这个一分螺纹的外侧 就用这个不锈钢钢片 来给它封堵上 然后打个气孔 让空气可以通过 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插入油箱 气筒插入角度的调整 其实真挺费劲的 不过没了两块火石才搞定 这个火石就是累死的牛 兄弟们记得多喝枸杞 腰子炸弹没事也整点 气筒焊到燃料箱上 主体也就算完工了 剩下的也就是做点小轮件 按到上面就行了 是我初始的时候 预算应该用到的轮件 大约就是这些 然后我拍了张照片 其实在做的时候 有一些改动 有些轮件没用上 有些用了替代品 但是大体上还是在这些之中 第一行就是气筒配件 也就是活塞指挥阀 第二行就是副件 基本上就是堵帽连接件 第三行就是喷火头 第四行是阀门 首先咱们拿这三轮件 把这个油乳做出来 先加工一下这宝塔头 把这个螺纹什么的 都给它锯掉 只留前面一点点宝塔就行 然后给它焊接到 这个一分的铜鲁头 这个铜鲁头是一个 外丝的鲁头 然后穿过这个宝塔的孔 在这个一分鲁头上开个孔 这样就有了一个 新的一分宝塔 给这个宝塔头 套上特弗龙的管 特弗龙管的长度呢 控制好 拧到那个燃料出口上 那一分直层上就行 然后内部的软罐正好可以压在那个鞋叉入燃料罐的气筒下面 然后呢 就是气筒内的单向阀 这个阀门呢 做了十来种进行尝试 靠简陋的设备手措 其实还是比较困难 选择用零件来做呢 走到最后 可用的就两种啊 分别就是蘑菇丁改的单向和那个钢柱单向 蘑菇丁在这个单向阀呢 阀其实较大 结构呢 简单 密封性也不错 只需要这个图面与胶圈密封就行了 但是这个一分螺纹接头啊 它内部侧壁呢 是有螺纹的 弹簧呢 还是有小几率 就是卡在这个侧壁子螺纹上 要是有T型弹簧的话 感觉应该会很好用 第二种呢 就是常用的这个钢柱弹相 需要给这个一分堵头呢 焊接一段铜管 这个铜管来当侧壁的情况下 就不会有螺纹了 然后一次塞入胶圈 钢柱弹簧 这属于常规结构了 也没啥黑点 我最后用的呢 就是这个钢柱单向 这俩的效果呢 其实是比不过仿锤昔的 但是由于这个一分内螺纹接头啊 它内部空间呢 比较捉机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尝试其他的安装方法吧 然后呢 是打气筒里的活塞器杆 往复运动呢 是喜闻乐见的快乐源泉啊 所以呢 得保证质量才行 这次呢 就用五股油风来做这个活塞 把气杆螺纹底部呢 弄个这个台阶螺纹 直接用这个螺纹紧锢剂 固定这个螺纹 这样还能同时防止这个螺纹 它透气 然后再套上一个密封圈 18的油风啊 内孔有点大 所以说就把这个油风 先套到轴套上 然后再把它们一起 套到M6的螺杆上 最后这个螺杆头 用螺丝固定 但是要给轴套和密封圈一定的间隙 这样提起气杆时呢 密封圈和轴套分离 像气缸内吸气 下压时呢 它俩就会密封 压缩气缸内空气 外侧领螺母的话 有点影响这个活塞插入深度 为了可以插得更深啊 所以给这个螺杆呢 开了凹槽 螺丝呢 就换成了卡簧 做了这么多呢 仅仅是为了让这个活塞 多插入几毫米 虽然只有这几毫米啊 但是我认为这些付出 还是值得的 毕竟兄弟们呢 都很在意自己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 不锈钢五分管啊 它内壁有一条疤痕 收到的时候呢 没有仔细看 发现的时候比较晚 木已成舟 都焊上了 竹打一个有缘吧 也就不吹毛球瓷了 打气杆的把手啊 就用这个铝合金抽屉把手 阔孔 然后再弓上M6的瓷就OK了 这把手腰的小腰 加上舒服的磨砂质感 画风与我这个油箱 是极其不符 板杂质简直拉满了 总之呢 我没整个碰木头嘎的 就证明我呢 还是有那么一点追求的 至于燃料房门呢 我就偷偷懒 所以拿一个能用的就行 咱也没啥大要求 能开能合就OK了 主要还是说一下喷火头 开始呢 我想用一个铜法改一个新头 但是很多朋友 问过这个节能灶头的一些问题啊 我对这个头的接触不多 所以这次呢 就准备用这个节能灶头来做 而且用这个头呢 还能偷个蜡 咱们虽然使这个头 但是舍弃掉它下方的喷罐 这个喷罐和气势的连接螺尔呢 是M8乘1的 这种螺纹其实可以直接拧到那个M8的PL直角接头上 它这个直角接头的M8YSB呢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厚度的 是可以供出这个M6乘0.75内丝的 M6 0.75的螺纹呢 是可以拧入那个喷灯的那个喷嘴的 所以这次就用这个喷灯的喷嘴 最主要的好处呢 就是这个喷灯的喷嘴 自带追面 只需在这个M6内丝上呢 打磨出一个追面 就可以与喷灯的喷嘴呢 实现这个追面蜜蜂 这样咱们就省了 带它上面蜜蜂花的心思 机能头的气势呢 周边是有一圈孔的 这次呢就用这些孔呢 来做空气孔 把它们全都装到一起之后发现呢 其实这圈空气孔的位置呢 稍稍是有点偏下的 不过呢 还是先看看效果再说吧 不准备 现在就改动了 最后还有一个忘记说了 火盘中心的这个孔啊 也得用这个螺丝底下吧 主要是防止它预热不足时啊 油直接从这个中孔喷溅出来 那样呢会比较危险 估计我不提 大家也都会堵的 安全是最重要的 蒸发管方面呢 就用之前弯过的那个黄铜管 手里已经没有粗铜丝了 就弄了一些细的啊 对折 然后塞入这个黄铜管内 其实这样填充呢 可能不是很慢 但是感觉烧油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最后呢 还给这个炉头 加了捡一支架和预热盘 但是感觉预热盘的位置啊 好像妨碍尽气 有点话说天足 估计可能是我有点要犯病 得赶紧吃点药 总体来说呢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终于可以试一下效果怎么样了 焊接这个炉子的时候 哎呀 贼搞心态 当时罐体的废料呢 是住心的 我手里的接头和罐呢 都是不锈钢的 焊接的时候呢 非常爱起气泡 特别特别烦人 刚焊好的时候试水 夸张点说 都快成花洒了 每个接头位置都漏 直接给我来个大反攻 还好 黄天不复有心人啊 我这是妙手回唇 狂电998是一个洞 才把这个燃料罐抢救回来 我这次见到这里 关系 这一件呢 没错 事 这炉头不听话呀 不过还挺好看的 肉眼看的是一丝丝的毁 跟录像内有点不同 这录像的黄光太强了 用auto可能拍不出来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个燃烧状态不是咱们想要的 好在一点点改动应该就能搞定 感谢观看 简单改动了一下 虽然强多了 但好像还是差那么一丢丢 等把预热盘换个位置再看看 现在看来的表现 总体还是一般 不过这个状态 已经大致可以用了 今天这期视频 时间已经很长了 再做下去 实在是太长了 我也已经顶了 困死了 没说到的就下期再说 最后还是感谢 一直以来兄弟们的点赞和投币 那么我是VD 咱们有缘再见 好 好